ATTEN HOSPLOCK 安裝設備 混凝囊 金光大道 吹氣 河安裝設備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愛麗絲頻道 畫面看到的位置是路坦成金光大道 而站在地方正正是巴黎人对面,也即是喜来登酒店隔离的巴黎人花园对出。 拍摄当日花园在准备五刀汇水,大家看片时已经开始了。 记得去年也有和大家去走过,还要下好大雨。 今次活动日期由10月19日至29日集齐了五个创意城市美食, 包括成都、顺德、扬州、淮安及澳门的特色赛牙。 有时间有兴趣都可以去看看。 我已过马路,今集要去的目的地是W酒店。 酒店门口位置是在巴黎人与辛豪影会之间的这条路。 W酒店是属于辛豪影会综合度假村的一部分, 是可以由影会里面的商场通过去的。 不过爱丽丝就带大家由正门走进去。 如果像我一样,在巴黎人花园的巴士站下车之后走过来, 最少都要预约10分钟的时间。 看回资料酒店是在上月8日开幕。 建筑风格是出自世界知名的扎哈哈体建筑事务所。 贯彻品牌的刑爆风格。 概念是来自50年代在澳门拍摄的荷里活电影。 所以在酒店都会看到一些带有电影的元素。 未进去大堂,见到门口这个W字很金光闪闪,很漂亮。 酒店不是我今晚入住,是我表妹住两晚。 所以我才有机会来拍给大家看。 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的地毯印了Good Afternoon。 难道它是定时定后会更换? 没想过比我想象中多人入住。 大堂不是很大,一眼可以看完。 简单看完大堂,搭升降机上去开箱房间。 入住的楼层是22楼,房间属于套房。 看到酒店的外形设计和走廊有些弯弯弯弯, 房间应该不会是正正方方的。 房卡纸纸底色都挺漂亮。 入到房间之后,圆关位很阔落, 阔到有些空灵灵的感觉。 左边有个洗手间的,我们最后才进去看。 进来是一个大大地的厅。 梳化位和餐桌都有齐了。 梳化后面有个屏风,我觉得有些就不够。 个人觉得挂一些画就会更加适合。 梳化和茶几都是不规则的。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什么惊喜感。 我们走过去看电视机旁边的mini bar。 咖啡机、capsule、茶包和脂装水都在这个位置。 在下面桂桶的食物和冰箱的饮品都要收费。 在电视机右边走进房间看看。 一边的长生和厅都一样都是落地玻璃。 这个画面有点像新豪天地那边的宜居。 说起宜居还未出大套房的视频给大家看。 两边床头都有插头正正常常的一个配置。 都是。 床的另一边是一个衣帽间。 套似都会在这一边。 是一个U形的设计。 可以通到厅里。 衣柜刀划分了左右两边。 中间是一张梳妆桌。 我们进去看看这个大的洗手间。 有两只大的玻璃门和衣帽间分隔了。 在我后面就是座次位置。 有双洗手盘。 浴缸和淋浴间。 洗手台上有灰色的包包。 问了职员的可以拿走。 免费送给客人。 。 进去看淋浴间。 它的空间都很阔。 还可以坐在这里洗澡。 最后看一日门口的洗手间。 它的长身颜色和里面的洗手间不同。 。 茶机旁边也有一个充电位。 打开窗帘看看景观。 不过这里的窗帘没有按钮。 可以控制。 要用人手就差一点。 刚刚可以看到巴黎人和一小部分的铁塔。 。 拍完房间我就走了。 一进升, 就已经看到更换了Good evening 字仰的地毯。 去大堂看另一边的酒吧。 它这里的装修和设计都觉得挺漂亮。 大堂和酒吧都OK漂亮的。 但上到房间就两回事。 确实有点失望。 酒店的泳池就失败。 我会把照片放到片尾和大家分享。 已经接近晚上的7点了。 还有不少人在check in。 刚好看到在这里换门口的地毯。 外出的酒店的天气很黑了。 还要赶到伦敦人那边吃晚饭。 由于我刚刚搭巴士过来。 所以现在走过去吃饭了。 吃完饭后才有车坐。 因為乘巴士和走才可以拍攝更多不同的環境給大家看 酒店出來就是對著巴黎人其中一個娛樂場入口 再看回後面就是銀河的地盤 在辛濠影匯這個路口沿著金光大道走回倫敦人 平日的晚上都是這樣塞車 大家沿途跟著愛麗斯行都會留意到整個倫敦人的外觀顏色 都是以一個粉紅色為主 包括了剛才巴黎鐵塔都用了這個顏色 踏入了10月澳門的Conrad就再度舉辦了這個粉紅活動 Pink Inspired這個活動Conrad已經是連續舉辦了第8年 是支持香港癌症基金會一年一度的關注乳癌活動 除了是活動的鑽石贊助商 亦都承諾了撥捐這次推廣活動的部分收益 給這個基金會的年度關注乳癌活動 為了提高公眾對它的免費乳癌研究服務的認識 以及籌務相關支援服務的經費出番分力 酒店裏還有很多體驗是用作支持這次活動 詳細我就不在這裏講了 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現在這裏是喜來登酒店的正門 大致上與前面倫敦人酒店的正門分別不大 不過大部分的旅客都喜歡在前面打卡拍照 可能是因為大笨鐘都在前面的關係 其實在這裏都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拍照 視乎每個人的喜好 很多人等的士 我們走前面在倫敦人酒店的正門進去 有沒有留意到對面威尼斯人最頂的字都是粉紅色 今晚和朋友在倫敦人的Cheese Cake Factory那裏吃晚飯 這一餐就是和我預祝的生日飯 在Facebook和IG已經收到很多觀眾的祝福 我是很感謝大家的留言 我也有提及過這一餐是慶祝生日的第二餐飯 第一餐家人已經和我預祝吃了 這條片出街的日子距離我生日還有幾天 直至到十月底都有很多朋友約了我吃飯 吃了些什麼我盡量都會拍片和大家分享 每次拍倫敦人的Background Music都是很大聲 過往如果我是沒有說話的話 都會配自己選擇那些沒有版權的音樂去遮住它 不過今次我就盡量說話 希望可以過到一個版權 上次跟大家說有些不舒服 你們都很好 留言為問我 我在這裡衷心多謝大家的關心 間中小病是福利的 不過我自己都會注意多些 因為病了真的什麼都做不到 也都累積了很多footage都未剪 當拍攝了一些新的題材 又想第一時間出了先 都不想說每條片都放得太久 同樣都是長長的人龍在這裡等的士 有很多觀眾留言都跟我說在澳門坐的士真的很艱難 來到倫敦人正門的入口了 我們在這裡進去 裡面的環境今次就不拍了 我們直接去餐廳 朋友已經到了在餐廳裡等著我 今晚我們有四個人吃飯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點了什麼食物 我知道這裡的食物的份量都很大分 所以一開始就不要叫太多了 等到之後真的不夠才再點 現在看到這個是沙律 它的名字就是夏威夷盛宴沙律 剛剛上台的時候真的嚇了一嚇很大分 賣相很吸引也都很豐富 跟著上台有檸檬蒜香大蝦拼代安牛扒 中間黃色這一個是樹蓉 這一款是五花腩的小burger 慢烤了五花腩配搭燒烤醬 椰菜絲沙律和炸的酸瓜 野飲是四杯水果沙冰 有芒果熱情果和士多啤梨 最後還點多了一份扒和薯條 絲定的食物 馬上包了一份扒和薯條 大火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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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2件蛋糕分享了 吃飽后就离开了 最后给W酒店室内泳池的照片给大家看 今集的分享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留言、赞好和分享 按下小铃铛 有新片出就不会错过了 我们下条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好